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使得很多企业开始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生产跟进口 这都是导致中国经济停滞而出现通缩的现象 但美国的现象是什么呢 其实美国的现象也不会太好 最近所公布的数据美国的通膨是温和的通膨 所以短时间内可能联主会不一定会再升息 但是如果联主会的数字是要到2% 现在还是3.2%左右 所以还可能会再升息一次以上 但现在整体来说 美国根据11次的联主会的升息 已经升息了525个基点 那升息到525个基点的情况之下 利息就非常的高 美国国债利息非常高 这个国家就开始面临不只是预算赤字 它的国债利息就非常高的一个状况 美国今年到现在为止才8月多 已经有2973件的破产案 去年是1766件成长了68% 所以美国的破产朝来 跟着破产朝来的另外一方面 因为你通货膨胀 再加上很多薪资并没有增加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三大汽车厂 全部股票都大跌 因为工会要求涨薪40% 那最后可能不是40% 但是呢 这种罢工潮不是只有出现在汽车业 从好莱坞到好几个不同的产业 那有的是跟AI有关系 有的是纯粹跟AI是没有关系的 美国出现了罢工潮 所以美国将来的破产 只会比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增加的速度来得更快 而离开美国呢 全球现在命令的问题是什么 就极端气候 极端气候第一个影响的是什么 就粮食 粮食就会通货膨胀 穷人会没有粮食可以吃 稻米的价格大幅的上涨 这是在亚洲部分 小麦的价格也因为乌克兰战争 再加上极端气候的影响 也大幅的上涨 还记得阿拉伯之春吗 2011年这一场 它无关独裁政治 最严重的就是小麦的通膨 而这样的一个食物的通货膨胀 第一个是人道问题 第二它很容易在当地 引起政治动荡 接下来就是战争 所以全球的经济你主要看 第一大经济体破产潮 罢工潮 第二大经济体通缩 然后第三大经济体 已经经济开始萎缩了 大多数的经济能够正成长 就不错了 多半的都是停滞或是衰退 然后全球通通都笼罩在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可怕的 极端气候的状况里头 表现数字最好的印度 也不过经济成长6%到7% 不是中国过去两位数字的成长 即使连越南 所谓有按外包转移的对象 也是美国总统 拜登为了要去放回的对象 他的经济表现也不够好 所以全球的经济大概面临了一个 这帮助于美国购买 在美国购买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稻米出口国 但近来产区受到恶劣天气影响 导致产量大减 为了确保印度市场有足够的非巴斯马地 百米的供应 并缓解国内量价上涨的压力 印度决定祭出限制令 一口气把出口量砍半 印度国内也面临稻米短缺 导致价格持续上扬 印度明年春季将举行大选 莫迪政府自然想设法稳定量价 以免失去民心 印度禁令一出 全球稻米价格立即攀升至12年新高 看来也将继续走高 全球约有35亿人口以稻米为主食 然而稻米产量正逐渐下滑 价格则直线走高 分析起来 一个主要原因是气候变迁 科学家也证实 声音现象已经开始 随着极端气候越趋平凡 作物欠收只怕会越来越寻常 使得本已紧绷的粮食安全情势 更加恶化 专家指出越贫穷的国家 越倾向购买稻米这类主食 印度禁止大量稻米出口 破坏了全球稳定粮食供给的机制 最受冲击的还是穷人 有多个国家 佬黎洛的国家 como在北京, for example, now are big rice importers and they will struggle at the national level to pay for higher priced rice and to find new suppliers as well because trade is about relationships it's not easy to jump from one supplier to another that takes time and effort and, as they say, attempts to you need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so the most affected will be people who are hungry that will be where it hits hard 巧的是 印度的出口限制 緊接著俄羅斯宣佈退出 黑海股物協議 印度的消費禁止 就在俄羅斯的消費禁止 後來俄羅斯的消費禁止 讓英國的食物品進入黑海 這將會有影響的影響 在世界上的食物的安全影響 烏克蘭是全球股物主要生產國 透過黑海出口玉米 小麥等商品 俄烏戰爭爆發後 烏克蘭股物出口受阻 全球糧價標至歷史新高 不堪通膨壓力 聯合國和土耳其於是聯手斡旋 催生黑海股物協議 烏克蘭才得以繼續出口農產品 舒緩全球通膨壓力 俄羅斯退出的理由 是協議中允許俄國出口糧食 和化肥的條款並未落實 俄國國防部並宣布 之後所有行進黑海 前往烏克蘭港口的船隻 都將視為潛在軍用物資船 使得小麥和玉米期貨再度大漲 專家警告 萬一俄羅斯把小麥出口武器化 全球通膨壓力恐怕會更新惡化 聯準會主席鮑爾表示 儘管通膨數字有所改善 但仍不夠好 有經濟學家指出 聯準會可能擔心重蹈70年代的復撤 當時聯準會誤以為已成功意志通膨 因而結束升息 不料通膨又立即飆升回去 但FED鐵了心要打擊通膨 也讓不少人擔心 聯準會的政策可能會導致經濟放緩 一不小心就會造成衰退 路德社報導 在利率來到20多年高點的壓力下 美國今年上半年申請破產的企業建數 比一年前同期激增了68% 達到2010年以來最高 最新宣布倒閉的 是擁有99年歷史的卡車貨運 巨擘Yellow 總債務超過25億美元 銀行業者和分析師指出 企業經營困難的最大罪魁禍首 就是高利率 無論是需要更多流動性 或借新債還舊債 都面臨更高的債務成本 金融體系也同樣受到貨幣政策波及 莫迪分析師在研究報告中指出 美國的銀行持續面對 非常規貨幣政策退場後 利率攀升打壓債券資產價值 而資產負債管理的風險 也對流動性造成影響 此外 銀行的獲利能力同樣受打壓 美國不久前才經歷了一波銀行倒閉潮 目的的降頻行動再次引燃市場對緊急的隱憂 最新數據顯示 美國7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3.2% 是13個月來首度回升 國際大宗商品在去年創下歷史新高後 本已逐漸回落 但聯合國糧農署8月初表示 在印度禁止到米出口 以及俄國退出股物協議後 7月國際糧食價格較上月上揚了1.3% 是4月以來首次上升 趨勢會不會再度反轉 進而點燃通膨壓力 目前還是一個大問號